什么是科学不能做到的 人们谈到有很多的科学 或者是科学家们已经做到很多东西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的是 科学做不到的事 科学真理有其相对性 并且是会变的 与此同时 佛陀所发现的真理 都是绝对的和最后的 不会因时间或者空间而转变 与取写学说的科学比较起来 佛陀更有实用的意趣 为了发现最后的真理 如何去过着真正的生活 佛陀鼓励聪明的人 不要攀缘于任何科学 或者其他的理论 用真正的生活 用镇定的心情 去除贪欲心 伊秦佛陀所指出的 我们内在的生命本质去寻求 然后才能够发现到生命真正的目标 我会变得到生命真正的目标 我会变得到生命真正的目标 我会变得到生命真正的目标